估服片是商业电影的类型片之一 对于中华武术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起到了不容小觑的推动作用 武术与电影的结合 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有意义的 一方面武术文化可以通过影视媒介的力量进行推广 另一方面它也可以为电影注入新的元素和内容 随着李小龙等功夫明星的诞生 中国武术也借助电影的影响力 与明星效应走向了世界舞台 在现代汉语当中 功夫一词无以有之 主要是指本领造诣 李小龙的功夫电影 让功夫这个词与武术武功紧密的联系了起来 那么什么是功夫片呢 功夫片也叫武打片武术片 它是以表现中华武术技艺为主题的影片 功夫片分为两种 一种是武侠功夫片 偏重侠 一种呢是武打功夫片 偏重打 其实中国最早的一部比较有影响力的功夫片 是1928年由张石川指导的火烧红莲寺 红莲寺这把火呀一连烧了三年 三年内拍出了18集续集 使得武侠电影在20年代末 30年代初的中国影坛风鸣一时 上个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 是港台地区功夫片的鼎盛时期 新一代导演通过改编金庸梁宇生的武侠小说 掀起了中国武侠电影的创作浪潮 龙门客栈 独臂刀等影片 都是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功夫电影 著名功夫影星李小龙 正是在这一时期横空出世的 他的出现 把当时以刀剑为主的武侠电影 引入了以拳脚为主的功夫片 为中国功夫电影开拓国际电影市场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0世纪70年代初 李小龙带着他的四部半电影 唐山大凶 金武门 龙争虎斗 猛龙过江 以及拍了一半的死亡游戏 《雍床好莱坞》 他那文马硬桥的功夫 让北美的观众大开眼界 也让许多人因此对功夫痴迷不已 中国武侠电影在大陆的 《再度复兴》是以张欣妍导演 指导的《少林寺》为标志的 当年啊 一毛钱一张的电影票 竟然使电影《少林寺》票房过亿 至今也是一个难以超越的神话 《少林寺》影片大获成功之后 中国掀起了一股武打偏热 《少林小子》 《黄河大侠》 《南北少林》 《南拳王》 《武当》 《武林志》 《牧眠袈沙》等 那个年代经典的国产武打片 纷纷面世 也成就了一大批武术运动员出身的功夫明星 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 后期的功夫电影越来越多的 借助技术手段 来实现侠客们的旷世神功 虽然影片的视觉冲击力很强 但却让武术逐步走向了神秘与玄虚的境地 下面来让我们看一下几部经典的功夫电影 我们来重温一下这些堪称经典的功夫电影 首先来回看一下 这部影响了一代人的《少林寺》 每当这首《少林》《少林》的歌声响起时 人们的眼前就会浮现出那千年的古刹 耸立的塔林 松山幽谷怎能不令人降往呢 这部影片的所有演员都是武术运动员 每一个镜头都是他们真刀实枪地打出来的 片中有一段李连杰扮演的绝远和尚练功的场景 这一场景它不仅展现了春夏秋通的四季之美 更让我们体会了宝剑峰 从魔力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精神境界 《卧虎藏龙》是李安指导张子怡等众多明星 连妹主演的一部《武侠功夫篇》 是华语电影历史上第一部 荣获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的影片 电影讲述了一代大侠李木白 有意退隐江湖 托付红颜之己于秀莲 将自己的清明剑带到京城 作为礼物送给贝勒爷收藏 但是却惹来了更多的江湖恩怨的故事 这部电影如诗如画的美景 和让人眼花缭乱的打斗场景 使观众见识了中国武侠的魅力 我们再来看 这部由王家卫导演 《十年抹一剑》拍摄的又一例作 《一代宗师》 继《少林寺》之后 中国拍过很多的功夫片 但是从没有一部电影 能够像《一代宗师》一样 把中国武术的套路 权力 心法 讲得这么透彻 演得这么细致 拍得这么讲究 《一代宗师》当中的武戏 是功夫片历史上 特写镜头最多的 而这些镜头呢 多数都给了 龚二所演练的八卦掌 龚二出场的时候啊 金楼映衬着金绣上的兰花和白眉 他与马三在这个对决的时候 漫天飞雪 映衬着一席黑球 真的是夜底藏花一度 梦里踏雪几回 一个有着侵略傲骨的奇女子 就这样深深地刻在了观众的脑海之中 而更让人念念不忘的呢 则是中国传统武术的美 《一代宗师》展现的 不是中国在西式擂台上的逆袭 而是中国人自己的规矩 比武要这样做 做人要这样做 影片当中 龚保森与叶问交手的时候的台词 以及龚二最后与叶问见面时 留下的那句 这句北方思想界常讲的 三家相见的理念 都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精髓 动漫电影呢 它以其不拘一格的这种形式 和多元化的创作手法 跨越语言和文化障碍的通俗性 是很容易获得观众的广泛认同的 那么由美国电影梦工厂制作的 《功夫熊猫》三部曲 就是武术与动漫的完美结合 影片以武术为媒介 通过动漫这种生动的表现形式 巧妙借助中国武侠功夫片中的经典桥段 融合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和精湛的技术手段 在世界范围内热播 收获了不错的票房 那么在这部影片当中呢 处处隐含着中国武术的文化精髓 比如影片主角 熊猫阿宝的成长经历 就很好地诠释了 什么是自强不息的精神 影片当中师父的原型呢 是小熊猫 他身材矮小 却灵活敏捷 有着隐忍负重 不屈不挠的品格 师父在培养阿宝的过程当中啊 也实时体现着武德修养和仁义精神 将一只奔着的熊猫训练成为 能够护卫和平的武林高手 我们来看一下功夫片对武术传播的影响 功夫片对于中国武术在国内外传播的影响力 那是毋庸置疑的 很多外国来华留学生 和我在国外的学生 他们都告诉我 他们最开始喜欢中国武术啊 就是因为看了李小龙啊 成龙啊 李连杰啊 等功夫明星的电影 据说李小龙影片一经播放 便使得美国当地的武馆数量 一下子翻了两倍 一股中国功夫热旋风吹遍美国 《少林寺》这部影片 不知道使得多少外国朋友 对少林功夫 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热播之后 引得成千上万人 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学习武术 当然了 一部电影的传播效果 与其所处时代背景 是息息相关的 李小龙的电影与《少林寺》等影片之所以 能够引起如此大的轰动 除了因为演员李小龙与李连杰 包括这个整个的演员队伍啊 他们本身就是有着真功夫的演员以外呢 当时的社会文化因素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在那个年代 人们的娱乐活动不够丰富 了解外面世界的渠道呢 也相对的单一 看电影是人们主要的文娱生活 另外啊 当时电影制作水平也很有限 它很少使用特技 真刀实枪的功夫秀 牢牢抓住了观众的心 因此我们也希望现在的武术电影呢 能够尽量真实地反映 中国武术的本来面貌 通过多种电影的艺术形式 让更多的观众认识 了解和喜爱中国武术